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慈悸在重灾的国度 包含印尼和斯里兰卡 都圆建了大型的慈悸屋 其实多年来 慈悸总共替14个国家 在灾难后圆建大爱村 每一间房子的样貌或许不同 但相同的是一面祝福的心 祝福受灾的人儿 可以早日安生安心 绿树 缤纷的花草 点缀社区 知名生活惬意 班道雅齐大爱村已经12年 知名们依旧爱惜这个村落 因为一砖一瓦都是扇心累积 海啸坡的那个传递 是跟喷射机的这个速度 但是从印度洋的这一端 传到印度洋的另外一端 还是有时间的 但是当时束手无策 毫无预警 就是就看着那个海啸坡 失灭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 南亚大海啸没多久 慈禧职工踏上重灾区 印尼亚齐以及斯里兰卡 国家国度斯里兰卡 曾经铺天盖地的海啸 慈禧大爱村 以新市政姿态拔地而起 那在后事实上不管印尼政府跟斯里 还有全世界相关的组织在亚齐做了很多附近的工程 那除了加强它的耐震系数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提供当地社区一个公共的避难空间 灾难后 被灾民打造安全住所 也出现在湖陀诞生的国度 尼泊尔 三个县 四座村等重灾区 慈禧原建一千八百户大爱屋 这段往事老一辈都记得 台湾 笑容绽放在大爱村 尽管人事景物转变 但在安生安心的堡垒中 居民早就擦干泪水 无论在哪一个国度 他们都用乐观与信心大步向前